好 那我们今天录起不下BB 那今天的不下BB主要内容是 因为今天是Channel Joe ID第四天结束嘛 最后一天 所以说那主要的拍摄内容呢 前三天都拍完了 今天最主要是拍摄一些 他们工作人员的一些照片 和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照片 所以说我就没有带那个GoPro拍摄 整个全过程 但是呢拍摄的这些照片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可以讲的地方的 所以说就专门录这么一期 给大家看一下 那因为是最后一天嘛 所以说我就没有带 特别贵重的相机 我就带了松下的GX85 那这台相机 我个人认为它是非常适合 抓牌一些比较 他们自然的状态下的照片 因为松下的GX85 它的对焦速度非常快 然后它有翻转屏 有触摸屏 所以说我就决定带这样一台相机来 具体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来一点一点看啊 首先因为要拍摄一些 他们的员工照片嘛 当然是被他们负责人带着一块来拍 先是单人照嘛 单人照这个没什么说的 你可以看到就说 如果你直接拍的话 它的表情是不对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说 你可以稍微笑一下 那它的表情就会好一点 工作照呢 那主要是因为他们是负责 在展会上和这个玩家互动 教他们怎么去来玩游戏嘛 所以说去抓拍 他们和玩家沟通的这个状态 是比较好的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因为我今天带的是 12到35毫米F2.8这个镜头 因为它是个变焦镜头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 它这个现场环境变化比较快 所以变焦镜头是非常方便的 那同时呢 它又是一个F2.8光圈的镜头 那光圈比较大 它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快门速度 那你可以看到 我在拍摄这些过程的时候 都是用的S的 然后快门是保持在125分之1 这样的话 基本上能够定住他们的一些动作 那我觉得1分之1左右的话 应该是定不住他们的动作 因为他们经常会 手指会动啊什么的 如果你的快门速度太慢的话 就会糊掉 但是快门速度又不能太高 因为这个松下的GX85是M43画幅 你太高的话ISO比较高 那么画面的画质就比较差 你像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就是把GX85的翻转屏打开 那可以从一个比较低的角度拍 因为如果你的角度比较高的话 就拍不到他们这个脸了 因为你像看到一个他们的工作状态 就需要把他们的这个表情啊 眼神啊都拍摄清楚 所以说翻转屏还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让你保持一个比较低的角度 像拍摄这种单人照片的话 我都是拨到A档 就是光圈优先 这时候它的默认快门是 60分之1 80分之1左右 这样的话这个ISO 因为他们你说 要拍摄一张照片 他们通常来说不会动 所以说对 快门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用A档 但是要拍摄他们的一些工作状态的话 就是用转到S档 然后快门是保持125分之1 那这边呢 这是他们的一个大的一个娱乐区 可以看到我是拍了5张照片的 是为什么呢 因为尤其是人多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之间的这个表情啊 不一定说是同一时间都可以同步的 所以说要多拍几张来选 比如说最后这一张 他的眼神就不太对 然后他也是闭上眼睛的 所以说你多拍几张的时候 就会有比较大的几率 可以让他们每个人的表情和动作 都会比较好的状态 因为现在其实像松下相机对焦比较快 所以你拍摄摄摄拍几张 其实还是很快的 那么怎么样抓到他们这个 比较自然的表情呢 就是不要三二一怕拍一张 然后再三二一怕拍一张 他们所有的表情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说你要趁他们 就说往这边看 然后就啪啦啪啦啪啦 就把这几张照片拍到 然后这时候他们的这个状态啊 姿势啊就会非常的自然 这是一个抓拍的技巧 那么这边也是 要拍摄他们的工作状态 其实我最为什么最后选了这张照片呢 是因为他跟玩家同时抬头在看 后面这个屏幕嘛 你可以看到后面那个屏幕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状态比较好 所以说我选了这张照片 当然你也可以选这个照片 那我拍摄的时候呢 都是抓他们 就是工作人员在手指 屏幕啊之类的照片 这样的话就是感觉有种 指导的这个状态嘛 因为他们是目的 就是协助玩家玩游戏 所以说像这种 这种肢体动作 是比较能够明显的 表现出这种状态的 所以说要抓这样的照片 你像其实像这种照片的话 因为他们摆拍的话 毕竟不是专业模特 所以说表情都会比较僵 那么 这时候工作照片呢 最好就是自然状态下的一些照片 你要抓一个什么瞬间呢 就是说他跟玩家交互 比如说把这个套圈 交给玩家的手上 这就是一种交互 那你就可以保留这张照片 那你这边就可以看到 因为其实125分之1 快门速度还是不够的 但是我因为是M43画幅嘛 快门不能太高 你可以现在看到这个ISO都已经800了 尤其是到里面以后的ISO会更高 所以画质更差 到后面可以看 反正多拍几张 然后挑一张表情比较好的 其实这张也可以 但是就是感觉嘴张的有点大 所以说没有选这张 就感觉这张还不错 他在静止拍摄的时候 嘴不能张得太大 所以说你就感觉被吓到一样 就选了后面这一张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是要拍一个工作照 但是这个时候 他就没有用手在指导玩家 就是只是站在旁边 就没有那种互动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这边光线又比较差 因为他上面有一个 像Disco一样那种灯光 所以说你要多拍几张 否则你要拍这一张 正好是光线比较差的环境下 那就不太好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光线也不太好 所以说就是要多拍 没关系的 后面我是告诉他说 你可以跟玩家交互一下 对吧 这时候他就把手伸出来了 这样是有这种指导的感觉 这张也是 他正在跟玩家在讲这个事情 然后拍了几张 就感觉后面 因为人在说话的时候 这个嘴的这个动作 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你要多拍几张 找一张他这个嘴巴微张 表明他正在说话 但是又不能是紧闭的这个嘴 好像是在倾听一样 但是又不能嘴张的O型 或者是其他的形状 就感觉很奇怪 所以说多拍几张 挑一张这个比较好 虽然说这边的后面有一个人 但是因为现场抓拍 就是说控制不了背景 那我们主要是以 这个被拍摄的人 拿在一个状态为主 后面这就没什么 你可以看到 就是拍了三张 有一张他是闭着眼睛的 所以说都拍两张 挑一张 但他这个姿势是比较自然的 就是所以说这时候 松下对焦非常快的 优势就出来了 你就可以把他这个 比较自然的表情拍出来 那这张呢 是因为我拍的时候 这个桌子的周围的人 已经很多了 所以说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调整位置 那我只好就是从一个 比较低的角度拍 那这时候翻转屏就非常重要 而且我可以通过触摸屏 快速的选择一个对焦点 到这个位置 要把这个员工的表情拍出来 这张呢 没有选上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眼睛是交错的 一般来说的时候 最好是要把两只眼睛都拍全 这张是比较好 但是右边 你可以看到人已经把我挡住了 所以说我又调整了一些位置 往左移动了一些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脸在这边 然后我就多拍了几张 然后因为刚开始的构图比较偏右嘛 我感觉这个左边 这个身体比较占 画幅 然后我就往右移动了一点 然后可以看到 我选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他的手指离手机比较近 所以我就选了这张照片 觉得还不错 后面这边是一个展台 可以看到 这个工作人员呢 这个展台是靠在墙边的 手机是在旁边这个托盘上面 那这时候拍的时候 就非常麻烦 你可以看到这个姑娘被我吓到了 因为我是挤在一个角落里面 就靠紧挨的这个墙边 然后把翻转屏翻上来 然后从一个比较低的角度进行拍摄 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拍到他们的脸 你不能拍他们后脑勺 因为这都是手机游戏 他们身体会把整个手机都给挡住 所以说如果你从后面拍 一个是拍到后脑勺 一个是拍不到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要挤到前面去 那这时候如果你是使用单反的话 那因为单反 你是必须要从取景器里头去进行取景 那你的相机和墙之间 还要有一个你的脑袋在这边 这个虽然说你的脑袋其实也不是很大 但是在这种角度的话 这个脑袋 你如果拍过你就知道 这个脑袋其实非常占空间的 某些角度你就根本拍不到 所以说这时候 为什么我选择微单呢 因为你可以直接把相机挤在墙边这样拍 那么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镜头是12到35毫米 它广角端是由等下全耗幅24毫米 所以说它其实还是比较广的 可以拍到玩家和员工 对吧 那这边呢 这个照片我没选 就是因为它还是没有跟玩家互动 那这个跟玩家互动 但是你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姑娘呢 头发太长了 就把员工的这个一只眼睛给挡了一半 我感觉稍微有点不太好 但是这张后面这张没有挡到眼睛 但是它的表情又不太好 那我就只好选了前面这一张 后面再想拍的时候 姑娘已经走掉了 所以说没有办法 那这里呢是后台 这个戴眼镜的这个男的是 我们整个会场 这个展会会场的总导演 那要求抓拍一些他们的工作照片 那这个地方 后台非常非常的狭窄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后台的照片 这个位置的照片是什么样的 那就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们这边导播什么的 都是总控台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个桌子 桌子旁边就是个墙 然后导演是站在这个门边旁边的 你可以记一下这个环境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这边 他们要求拍一下导演 然后主动的去叫了一下导演 这个名字 所以说两张导演都是张着嘴嘛 所以说这照片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这张也不行 那因为要拍他们交流的这个过程嘛 可以看到单独拍也不是很好 这是他们在交流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 因为他是靠墙边嘛 如果我这么远距离拍摄的时候 他们导演和这边这个员工 他在交流的时候 导演是要看这个员工的 所以说我就拍不到导演的脸 那就不太好嘛 就是你要把主要的人物的正面的脸 表现出来 就像比如说拍金正恩一样的 就你肯定摄影师是在金正恩的对面 然后他的这个表情 哎非常高兴的表情能够拍出来 才是非常重要的 OK这几张都是背后 你可以看到我已经走近了 刚刚我这个是拉了长焦 可以看到35毫米在这边 等下70毫米就站的比较远 所以说这个角度不太好 然后就移动的进出了 那这样拍的话也没有办法 因为对面是个墙嘛 所以说你人也过不去 你这样拍的话 只能拍到一个导演的侧脸 就不太好 那么这时候专门就先把导演给叫出来 站在这个舞台上 因为他不能在这个后台这样拍 就看不出来是就很窝囊嘛 所以说站在舞台上 站在这个logo的前面拍了一张 那拍了两张 你可以看到前面这张 因为他上面有个灯嘛 你可以看到这个灯照在这边很丑 所以说拍两张 都拍两张 然后找一张比较好 导演自己会很会摆pose啊 很霸气 那后面呢 就是要拍摄一些他们的交流的照片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微单 它的翻转屏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假如说你现在用单反 大家刚刚应该是看到那个环境了 这边是个桌子 我不可能人站在桌子这边 对吧 我也不可能站在他们上面 全都是设备的一个桌子上面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把手伸到这个桌子上面去 然后用相机进行拍摄 那这时候微单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 那尤其是像松下这样 你在使用屏幕进行取景的时候 对焦速度也非常快 反应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说你可以从一个非常非常刁钻的角度 然后非常快速的连拍对焦 但是如果像你使用单反的话 大部分的单反都是这个使用屏幕取景的时候 对焦比较慢 你像加等的单反的话 它双和对焦还是比较快 你像其他 如果你像用其他的单反 你想要对焦快的话就很麻烦 反正是用起来不如松下微单利索 松下微单就是对上就要爬 对上就要爬 在他们谈话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抓很多张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张 刚开始这些角度我觉得不太好 是因为这边有个后脑勺 所以说它中间是一个分隔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就移动到他们的前面 在前面就是隔了一个工作的工位 然后移动到这个正前方桌子前方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这时候就利用翻转屏 虽然说它这个JX85是没有侧翻屏的 我只能一点点的看到这个屏幕上 大概是怎么样的 但是好在是JX85的对焦比较快 然后使用触摸平旋对焦点也很快 所以说这时候就对焦也是 这种连拍的连拍节奏还是挺快的 那你可以看到我多拍了很多张嘛 这边的话就是有侧脸有正脸 还是可以的 就是总比后脑勺好 但是我拍了几张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前面前景的这个人 他要么就是手挡住了 要么就是在喝水挡住了 这都不太好 所以多拍几张 可以看到他们 因为这个工作人员跟他们说话嘛 所以说把他们眼神都吸引过去了 这时候他们动作都停止了 这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进行抓拍 然后可以看多拍几张 这时候我挑的这张是因为 虽然说手拍糊了 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它是跟导演进行交流嘛 就是说这张还是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 那么构图的话 还是有点差 所以说这时候 你在后置的时候 可以把它稍微检查一下 这个构图会比较饱满一点吧 就是居中一点 这个后期都是可以做的 但是的话 因为这边的光线实在是太差了 可以看到导演的脸上都是黑色的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这个你可以看到这边墙面 包括顶棚 它都是黑色的 我也没有办法用闪光灯曝光 所以说就这样吧 我觉得这张还不错 其他的话 要么就是说话的表情不太好 要么就是睁眼闭眼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挑了这张 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 因为都是手游嘛 所以说 你必须要挤在这个墙边上 然后用这个翻转屏 从低角度进行拍的时候 然后再用广角 你之后才能同时把玩家的表情 和它的手部的动作 和手机的屏幕全部拍下来 你这时候用长焦的话 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拍出来 那这边套圈的员工呢 你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在工作嘛 就是拍了它一些剪这个套圈的一个动作 拍了两张 其实我觉得这张不太好 因为其实前面这个还好 后面有个比较漂亮的小姐姐 其实在拍这张的时候 动作可以 但是后面有个人 就感觉有点不太好 但是其实可以检查一下 可以检查一下 然后这样感觉差不多 就是说它有一个蹲的动作 并且手去拿这个套圈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还是不错的 那后面我又重新拍了一次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对焦点选了不对 所以说这个构图也不太好 那这边呢 也是拍员工 知道他们在玩游戏 可以看到这几张 要么就是嘴不太好 要么就是眼睛闭上 要么就是嘴不好 紧闭 那么就挑了一张这样 这样的话 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 注意到就是玩家的手啊 在操作这个遥控器的时候 没有拍的太满 所以我就往后退了一下 然后拍了 然后这时候可以看到 员工在指导 并且玩家的眼神 在看电视机屏幕 并且他那个手 在操纵这个遥控器 也可以拍到 所以说感觉这张还不错 这边他们是一个奖品的 这个发放区 这边有拍摄一些 他们员工在发放奖品 那可以看到 多拍了几张 这边可以看到 有两个漂亮小姐姐在这边 就是因为我很远的地方 就看到他们在排队 准备领这个奖品嘛 然后我知道 他们肯定会站在这边 所以说我就赶紧跑过来 因为拍照片 其实大家都还是喜欢 看漂亮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之前有一些男生 过来领照片 我觉得没意思 我就没拍 然后这小姐姐过来 那我就赶紧跑过来拍 那就是在 他把东西递过去 跟玩家就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候 抓拍这么一张照片 其实比较好的 而且可以看到后面这个 用了一个比较广的镜头 就可以看到他们展台上的奖品比较多 然后后面这个logo也比较明显 所以说这个构图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 因为那是可以看到 就是两个小姐姐的脸 重叠到一起来 还是不太好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角度确实没办法拍到 然后因为现场比较紧急 他们拿完东西就走掉了 他也不会等你在那边拍 所以说就这样 我觉得还是可以 那这边的话 就是递了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东西 但是这边糊掉了 我感觉没有刚刚那个角度好 所以说就没有选 那后面这个 他们是扫二维码的这个员工 他们感觉跟这个玩家聊得很开心 所以就立刻就抓拍了几张 就是非常感谢 松下JX85的非常快的对焦速度 而且他这个选对焦点非常快 尤其是像这种瞬间 立刻就没有了 你的对焦慢一点点 或者是选对焦点慢一点点 你还要再凑到这个取景器里面 那这个可能这一瞬间就抓不到了 在我后面的话 其实这个小姐姐笑的挺高兴的 他一直在就是转这个转盘 但是这个画面里没有拍到这个转盘 所以说没有选 比较可惜 那这张也没有选 是因为一个比较空嘛 而且是一个是工作人员 后脑巢在这边 又把转盘给挡住了 所以也没有选 这边呢 我是很远的地方看到这个国外的游客 国外的这个玩家过来 所以说我赶紧跑过来 因为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异国的面孔 或者是漂亮的这个小姐姐 对吧 所以说就像这种主体就比较好 那我拍了很多张 就是跟这个外国玩家交流 没有选这些照片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一个是这个工作人员 他在讲的时候 他抬头文这样的话就比较丑嘛 不是很好看 你不能把这个照片发给小姐姐 对吧 第二个是我作为一个中国移动的员工 后面竟然拍到了连通的logo 这就不行 对吧 这个是非常非常忌讳 他们编辑说 你的自己的这个微博 自己的这个朋友圈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其他第三方公司的东西 否则的话背景logo在后面一看 你这不是移动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这个几张没选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拍到连通的这个logo 所以说都没有选 然后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以后呢 就是故意把这个角度往左移动了一些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logo给屏蔽掉 那么又抓拍了几张 感觉这张在交流的时候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后期可以检查一下 然后就把他们重心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动作上面 还是不错的 就是有这个交流嘛 然后也有手势 还是不错的 这边也是在发放他那个卡 这边就 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们台的showgirl 跟那个小姐姐一块来 然后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松下的对焦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选择对焦点的速度非常快 你可以看到 当我拍这张的时候 他们的动作很有意思 然后下一张的时候 下两张的时候 这个动作就没有了 所以说你的相机的对焦速度 你的选对焦点的速度 一定要非常的快 才能够抓到这种照片 这边呢就是刚刚我说没有拍到的 这是这个员工在触摸这个手机 然后为玩家进行演示 你这时候一定要从一个比较靠里的角度 然后从一个比较低的角度 并且使用一个广角的镜头 你才能够拍到这种画面 后面没有选这张 是因为他这个嘴闭得比较紧 然后没有这张比较自然 所以说就选了前面这张 这张就是这小哥 披了这个披风嘛 然后再拍 其实我们这个展台还是比较安全的 别杂七杂八的东西 所以说这边拍摄的角度还是比较安全 不用担心说拍到别的公司的 那后面这些呢是 要拍摄一些现场的 这个他们感觉人山人海的这个感觉 那可以看到这几个角度都没选 就是因为拍到后面 这个听见APP的logo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忌讳 那就我就把角度抬高了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从下面拍的 然后我把角度抬高一点的话 它上面这个logo的话 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所以我就多拍了几张 但是感觉这几张角度都不太好 所以说我都没有选 那后面这边是这个转盘 对吧 你可以看到 然后玩家的这个表情也非常好 但是就是拍到后面连同的logo了 可以看到 这真的是很可惜这些照片 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了 他们也是连同的这个员工 他们这个没发现 他们不管了 反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其实这张角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拍到后面的logo了 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 我是先拍了 我先绕到别的地方拍 然后拍这个我们的志愿者 再跟玩家进行交流 我选了前面这张照片的是 因为后面这张可以看到 左侧有一个非常黑的东西 不知道谁的头不太好 右边呢 就感觉这个背后铃是吧 脑袋在这边 然后表情也不太好 拍这张感觉不错 你可以看到多拍几张 还是非常有好处 那因为之前拍到这个logo嘛 后来我检查照片的时候 发现这个logo了 没办法 只好回去再补两张 那就选了一个比较高的角度 这时候这个翻转屏就很重要了 因为你想要从高角度进行拍摄的话 并且拥有好的对焦速度 并且拥有触摸屏 你这时候 基本上只有松下的微单 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吧 甚至我觉得索尼的A9 可能用起来都没有松下的微单好 那我选了最后一张的话 就是这张是员工闭着眼了 这张的话 他们两个表情都不太好 最后一张 也感觉他们的这个眼神 都在这个转牌上面 还是不错的 选了这张 那这个是他们 这个后勤组发奖品的老大 就是在搬东西嘛 然后这张挡着脸了 感觉这张还是不错的 选了这张 后面这张 他把东西已经递过去以后呢 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所以说前卫这张会比较好 然后后来又看到两个小姐姐 然后想过来补两张 那就挑了这张嘛 这也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我 其实我觉得这张不太好 那他表情比较呆滞一点 然后就是拍摄一些后台的照片 我们这些showgirl坐在楼梯上 然后在后台休息 一直在看手机 很无聊 台前光线亮丽的台后 面目呆滞 是吧 然后就随便拍了几张 因为我们是有两种showgirl 一种是穿这种小白裙子 一种是穿这种赛车服吧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是 你这样堵在楼梯口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因为后台非常的暗 而且这个墙都是黑色的 所以可以知道 这个光线非常的差 那ISO现在都已经到一万了 那你放大以后看 可以看到这个M43画幅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地板上就变成油画 所以说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这都是一些 怎么讲呢 就发发微信 发发微博的照片 其实不需要 那么特别高清的这种要求 所以说其实无所谓了 只要把他们的表情啊 什么需要的场景拍掉 拍到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我也是一个权衡 因为我之前 前三天是有带索尼的机器的 但是我觉得索尼的 这个对焦和这个触摸的反应 并没有松下的相机好 所以说我最后还是选了 松下的相机拍 果不其然选择对了 我觉得它还是能够 比较好的完成我的拍摄任务 那这边是拍我们Coser 在这边化妆 刚开始这个角度不太好 然后这两个人 盯着我 不知道我在那干嘛 不过反正就是 你站在多拍几张 他们就不会看你了 然后主要是我想拍摄它一个 就是抓拍一个 比较好的化妆的角度 所以说 其实这张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可能 后面这张的话 它这个在看镜子的角度 可能会比较好吧 就选了后面这张 其实这张也是可以选的 那这边是他们编辑要求 就是我拍摄一些 他们正在玩什么游戏 因为它上面要拍摄这个字 这个他们是什么字 然后就专门从背后拍了一下 那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完全看不到 玩家手里的遥控器 或者是手里的手机 在做什么视频 因为不可能 就是一个相互面对的东西 除非你用非常广的角度 然后它这个视角比较广 然后从侧面拍可以拍到 但是像这种情况 如果用长焦拍的话 是基本上不太可能拍到的 但是无所谓 他们主要是要求的是这个字 然后这个游戏的画面 和玩家在这个里面 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说就这样拍就OK 他们没有什么意见 这边也是 从背后进行拍摄 这边呢我要讲一下 因为不像前两个 它这个手里 手机和遥控器 秒杆都拿着 这边的话要拍摄到 他们手里手机 在玩的东西和屏幕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我在后面 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进行拍摄 那这时候 你可以看到翻转屏幕 左右就很大 并且一个广角的角度 然后从上面拍摄下来以后 又可以把字拍到 又可以把电视机屏幕拍到 又可以把玩家手中的操控 他手上的手机也拍到 那反正我就多拍了几张吧 就觉得这张还可以 就是他没有 这个手机没有被挡住 站的比较开 然后旁边这个人又是在看电视机 所以说选了这张 这张呢它是 我们这边有个闯关卡嘛 就是要闯五个关 然后最后才送奖品 那么要拍摄一个 就是玩家在拿着这个卡的一些照片 所以说我就找了一个 正好碰到了一个拿着这个卡的玩家 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太好 因为从这个角度 因为他这样斜着拿 其实完全看不到这个卡上是什么东西嘛 然后我在这等了半天 然后我就转到另一边去了 然后专门拍了一个卡的特写 可能他们能用得上 反正我就拍了一张 后面我就发现不太好拍 然后我就找了别的玩家 然后他的卡是放在这边的 反正就拍一张嘛 我觉得就是可能关联不是很大 而且他们可能注意力 不会在这个卡上面 所以说也没有选 然后后面我就转到这边来 从一个比较低的角度拍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卡的这个面积 拍比较大一些 但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下 说能不能配合一下 然后就让他把这个卡拿到这个胳膊上面 这个卡的面积就会比较大一些 然后正好两个人在这边选了这张 感觉构图还是可以 然后他们正在微信上操作这个签到 然后这个卡也拍到 然后他们这个表情也拍到 然后感觉这张还不错 然后后面是阿里他们那边的人 来做了一个采访 然后这边两个都是我们员工嘛 然后就拍摄了一些工作照 感觉两个人可能有点乱嘛 而且后面拍到这个logo了 所以说扭了一下 然后那个人就走掉了 那就只能留他一个人这样拍一张照片 不可能选错了 选前面这张比较好 因为问这张有个人在这边 他的颜色 这个衣服颜色比较跳 所以不太好 那选了这张还不错 然后因为还是纠结那个卡的事情嘛 所以说我又看到这个小姐姐 拿了这个卡 来问这个工作人员 然后扎拍了几张 但是因为他都是低着头嘛 所以说小姐姐头发比较长 所以拍不到正脸 只有这一张拍到正脸 但是后面又是连同的logo 所以说 就放弃了 没有拍的 然后赶紧转过来 然后这样拍两张 然后他是正在拿这个盖章的东西嘛 然后也大概能够拍到小姐姐的脸 然后也能拍到卡 然后就选了这张 然后就是后台他们要上台走秀嘛 然后拍了几张后台的照片 就感觉 可以看到上面 这是另一种衣服的showgirl 下面是我们穿白裙子的showgirl 然后就挑了几张 感觉还不错的 多拍一些 然后因为这个是我们管showgirl的 然后他坐在这边 需要拍摄到他的一个表情 然后就选了这张 正好是他们就把这个错开就可以看到他 然后前面几张都被挡到了 然后就选了这张 其他的话表情感觉不太好 就选了前面一张 这是我们那个翟舞的 在上面后场 反正都是多拍那几个角度 为什么挑这一张呢 是因为他们的这个showgirl的腿 正好是跨出去 这一瞬间 所以说这个有他们这种登台的感觉嘛 所以说这张还是不错的 就选了这张 这是跟我们的那个长控交流 然后挑了一张 他们交流的照片 然后基本上是他们在 还在排舞嘛 虽然说其实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 他们在排舞 但是他们有这个身体 肢体上的动作 这样反正留了一张 他们可能边际上会有用 这是在跟我们的coser交流 然后这张感觉表情还可以吧 嗯 就选了这张 你可以看到 放大以后这个后台真的是 非常的爱 然后ISO一半 然后这基本上就是油画 所以说 如果对画质比较在意的情况下呢 M43可是不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对画质不是很在意的话 松下的相机 不管从操控还是对焦上 还是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就拍一些其他的coser 就拍我们修过 因为我突然出来嘛 然后表情都不是很好 而且我一不小心 因为这个松下的触摸屏 上面有一个这个创意模式嘛 一不小心点到一个很奇怪的创意模式 然后就皮肤黄 黄了吧唧唧的 就不太好 我找了半天 没找到这个 怎么把这个东西关掉 后来在一个很角落的地方 反正 其实触摸屏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误触的风险 本来其实他们之前那个表情 还是很很不错的 但是可能是被吓到了吧 然后就这几张都不是很好 所以说就没选 然后这边是单独拍了一下这个卡 因为有可能编辑会用 那就拍了一下 这边也是 我们学过非常懒散的在后台这边 反正抓了几张 这边也是抓了几张 另外一个员工嘛 因为这是在他们在跟玩家交流嘛 然后 这张感觉也不错 就选了这张 感觉很开心的样子 选了这张照片 后面的话 要不就是眼睛闭上了 要不就是这个 这边眼睛闭上 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拍了很多张 因为每个人动作是不可控的 所以说多拍几张 选 才会你有很多余地嘛 这边是他们走些完以后 回场 然后到楼上他们化妆间 反正就多拍几张 就觉得比较好的 就可以留下 反正我觉得这张 构图感觉还可以吧 就留这张照片 这个是要拍他们两个 然后这哥们 苦瓜脸 所以说不太好看 然后就专门找了一个小姐姐过来 说可以配合一下拍照 然后就抓了几张 那这张就是 正在填这个登记表嘛 而且有这个张拿出来 然后呢表情 他们表情都还可以吧 看不出来整笔也没关系 反正这张还不错 然后这个是编辑要求 这个COSAR要拿一个礼品 然后出来拍一个照片 那就专门叫COSAR出来拍一下 谢谢我们的编辑团队小姐姐 就是我拍的照片呢 会及时的拿过来插到这边电脑上 然后把照片传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可以发微博微信之类的 这边呢也依然是拍摄一些大场景 人山人海的感觉 那因为从这个方向拍的话是门口 而且是我们的展台后面 所以说这边比较保险 就不太可能会拍到其他公司的logo 所以说就从这个方向进行拍摄 然后把手举高 然后用翻转屏 你就可以拍到这个 因为如果你从低角度进行拍摄的时候 前面的人会把后面人挡住 就拍不到那个人很多的感觉 你要从比较高角度进行拍 可以看到这个高角度拍的时候 可以看拍到人很多的 围到这个台子这边 那这边因为他们都是在排一个套圈的游戏嘛 然后他是在我们这边有个折角 从这边排过来 排到这边 然后这边也是要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 然后用一个广角段进行拍摄 然后就可以拍到 从这一角排到这边 然后又把后面这些真的玩游戏的人 也当背景拍下来 反正都拍了几张 最终选了这一 选了这一张是觉得表情 他们的表情都还比较好 然后就选了这张照片 后面是他们抽奖 然后拿了一个小米兰机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反正就是多拍两张 选一张比较好 这个他后面有个箱子 不太好 这张前面左边这个男生表情不太好 没有选选这张 这个就随便选的 然后因为拍完这个以后 他们修购又出去去走了 所以说我就赶紧跑到二楼 去拍了一下他们就是登场 就是后场准备下去的这个过程 我感觉这张照片很有意思 就是这边是两个腿 然后后面他可以看到 前面那个修购在等在楼梯上面 但是很不幸的是 拍到后面这个logo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角度没有办法不拍到 所以说我就赶紧跑到这边 然后往右移动了一下 然后视角往左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logo给拍出掉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拍摄了一些他们后场的照片 拍摄出他们就是 我这么往下走的感觉 比如说还专门跑到侧边 然后从上面拍 然后可以看到下面 我们每次修购下去走的时候 下面都是人 都在这边拍 这个因为最后一天嘛 所以人不多 我们第三天的时候 尤其是中午他们进场的时候 那场修购 哇天哪 下面全都是人 而且因为我们这边是在大门口 而且这边是个餐厅 所以说当时真的是赌的水蟹不同 那这边我就从这个角度拍摄的话 就可以看到 可以拍到下面的人 可以拍到舞台上的showgirl 可以拍到这边的showgirl 下去 从楼梯上下去 所以这个角度 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是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花絮的照片嘛 然后选的这张 因为其实从楼梯上走下去 最好是能够抓到他们 这个showgirl 脚踩在这个楼梯上的感觉 否则的话 你像这两张照片 都是悬空的嘛 就感觉画面不是很稳 你就感觉它好像要掉下去一样 最好就是抓到这个脚 踩到这个地上的时候 这个画面是最好的 然后所以选前面这一张 是因为这两个showgirl 就是面对面走的 然后最后一张的话 他们已经背对着走过去了 我感觉可能没有面对面这样走 效果比较好 所以说就选了这张照片 穿这个衣服showgirl走完以后 会我们穿这个白裙子showgirl 再继续走 然后又拍了几张 这个是中午放饭 他们走完以后 就开始在后台拿饭 然后就抓拍了几张 抓拍一些他们的表情 挺好玩的 但是其实 因为你可以知道 这后台比较窄嘛 所以说 这时候也依然是使用翻转屏 然后靠 挤在墙边 然后用一个广角这样拍 才能拍到他们这个 拿东西的那个感觉嘛 但是的话 其实你依然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后台的画质 因为光线比较暗 所以说画质比较差 这边就是拍他们工作员 员工 然后挤在楼梯上来吃饭 抓了两张 就是 已经我们的最后一天活动结束了 然后再放这个小黄人的电影 然后有个小朋友 非常巨精会神的在看 所以说就偷偷地跑到后面 拍了一张 然后屏幕正好是右边 然后这边有logo 然后这边母子两个 正好把左边这个构图的画面 正好站住了 然后这个感觉这个构图还不错 然后拍 最后就是结束的时候 他们要拍一张大合照 这个没有提前跟我讲 否则的话 我肯定不会拿GX85拍 然后这肯定是拿A722拍比较好 所以说很亏 而且我今天也没带闪光灯 你可以看到他们 这个舞台这个曝光啊 就从上往下的打了这个光线 所以说还是挺难看 但是没有办法 将就拍吧 然后我这是站在二楼 就是对面 因为是出口嘛 出口的 上面旁边有个楼梯 可以上到二楼 那可以看到 这么大阵仗 下面全都是人 赌的是些不同的 那他们在上面 就是排好阵型以后呢 因为有些员工 是坐在楼梯上的 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观众 不往后退的话 就是拍不到他们的员工 所以说我一直在楼上喊 让他们往后退一下 然后这时候 才把这个员工 这个位置全给腾出来 反正就是 先试光 在他们还在 讨论这个位置的时候 在讨论 怎么摆的时候 赶紧先试光 因为这个现场的环境 光线比较差 没有带闪光灯 所以说我这时候 都是开启了 那个包围曝光 连拍五张 然后每一张 是有一档的曝光差异 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给你一个 比较好的 后期的空间 你像因为 他们小姐姐穿的 这个白色的裙子 还是非常容易过曝 你可以看到 这张就是 基本上就过曝了 但是下面的人 脸还是黑的 所以说你要多拍几张 这个保险起见 多拍几张 先试光 然后看一下构图 什么的 就是开始正式拍了 正式拍的话 就是因为包围曝光的话 我是拍五张 所以说 其实拍摄的量 还是挺大的 就是避免他们 可是有些人 像这么多人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有人 表情一瞬间不太好 或者可以眼神 看到别的地方了 或者是闭眼了 之类的 所以说你就多拍几张 用这个包围曝光 多拍几张 然后我同时又给他们讲 我说我拍三张 你们准备好 但其实我每一张 就是一组包围曝光 所以说总共拍了15张 然后你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可以选择的空间 所以说我最后选择的 这张 这张是有过曝 一有三分之一的曝光 感觉这张 就是扫了一下 感觉他们的表情 都还不错 都在看上面 就拿了这张 然后他们又换了一个姿势 这个他们是笔心 换了一个姿势 然后后面他又点赞 然后就是选了后面这张 就是后面又是拍了三组 虽然说我给他们说 是拍三张 但是拍了三组 然后也是15张 其实有些 你看这个照片就是 导演闭着眼睛了 所以说这张就不行 然后这张 应该是有showgirl 表情不太好 但是我忘了在什么地方了 反正是我也没选 所以说你就多拍一些 没有关系的 然后选择一张 最好的就可以 其实这张的话 他还是眼睛一点没睁开 反正就是多拍几张吧 因为实际上我懒呢 最后一天没有带闪光灯 其实如果是带闪光灯的话 从楼上补一个光下去 就可以把他们脸都给打亮一些 然后就不会 像这种 从上往下的这种光线 因为其实我个人感觉 大部分的这个舞台光 都还挺丑的 我后面 剪前三天的节目的时候 我会专门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那种 从下往上打的光 是特别特别丑 好吧 这些都是后面都拍了几张 反正就挑吧 就是你拍的杖势越多 你能够有选择的余地越多 后面是他们的收购去掉 走掉以后呢 他们员工照 员工照这个我是在下面拍 因为他们要拍到后面 这个他们这个游戏嘛 还有这个他们的logo 所以说跑到下面拍 从下往上拍 这样才能拍的比较好 然后因为到下面以后呢 因为GX85 它是有一个内置的闪光灯的 内置闪光灯的话可以 虽然说其实处理比较弱啊 但是还是能够帮他们 把这个脸上的这个阴影 消掉一些的 你可以看到导演这个眼镜上 这个亮点就是 我打的这个闪光灯 但是没有选这张 他们之前这个位置不太好 然后选了后面 他们调了一下位置以后 感觉这个比较好 所以说就选了一下 这张的话 他们表情都还不错 这时候啊 就可以不用包一包光拍摄 就连拍就可以 然后他们要求要拍一个整一个舞台 那么就只能没办法 又跑到二楼 他们站一排这样拍 那其实因为那么人 相对来说比较小嘛 其实就只能大概拍成这个样子 虽然这个GX85 只有1600万像素 但是拍出来以后 反正他们领导挺满意 导演感觉挺满意 无所谓 没有HR也没有关系 我就是这么任性 就愿意拿这种 很便宜的相机拍 很重要的活动 好吧 反正就多拍几张 因为下面其实人走来走去 人还挺多的 后面的时候 这边正好有个人 拉着箱子过来 推了个板车过来 所以说不太好 在前面多拍一些吧 反正有空间选择 然后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合影 然后我们的这个摄像团队 然后我们编导团队 这就没什么说 反正大概就这个样子吧 就是我们最后一天的一些 拍摄的一些照片 虽然说没有现场视频 但我相信你们各位的想象力 可以知道 我之前说的那些什么翻转屏 触摸屏的那些环境 真的是非常有必要 如果用单反的话 我不太相信 我自己能够在某些比较极端的 鸡脚嘎啦这个情况 能够拍摄出比较好的画面 那前三天的节目呢 之后会剪出来 我们到时候会看一下 怎么用长焦镜头 怎么样用广角镜头 去拍摄一些现场的环境 反正 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工程 就不敢保证跟你说 什么时候出 等着吧